所以選民嗨到翻天 因为梅兰雄领导的新民众生态和社会联盟 在法国国会第二轮选举的出口民调取得夹击 另一同雷鹏领导的右翼国民联盟阵营 也同样热情欢呼 反观被预测赢最多 法国总统马克宏的阵营同在联盟 没有高调的庆祝声支持者神情民众 四院以压倒新票数顺利连任的马克宏 国会选举划了一大交 本来在首的308席国会席次 被预估会调到234席 新组成的左翼联盟推估能拿下149个席位 而雷鹏阵营和共和党则能抢下80席左右 选举的推估结果也暗示 马克宏失去了国会的绝对夺属 随着法国通膨率来到37年新高 生活成本飙升 越来越多人不满马克宏跟企业家结盟 也看不下去执政党大幅猜测 国营事业人力的做法 让在野党的支持度不断飙升 包含上一届只能抢下8席的雷鹏阵营 本届推估能增加到80席以上 更是已经达到可以提交不信任动议的门槛 反对力量迅速到位 失去国会绝对多数的马克宏 未来五年的改革路恐怕不只是吃力不讨好 还面临重重挑战 进行为黄胜凯周辰为报导 第五条理音乐